大家好,我是Jasmine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现在出门旅游除了拿起手机自拍之外 更多的朋友会拿起自拍感 好拍下自己以及身旁的一行友人 而最棒的就是连大部分的背景都能够完美入境 但是呢,下次进到大小朋友都喜爱的迪士尼乐园可能要注意了 因为迪士尼公司在26日的时候表示 自下周起,美国、法国、巴黎和中国香港的迪士尼乐园 将会禁止攜带自拍神器入内 而根据报道,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迪士尼世界 和加州的安纳汉迪士尼乐园 自从今年的6月30日起,将会不准使用自拍神器 而中国香港和法国巴黎的迪士尼主题乐园 则会从7月1日开始禁用 而至于为何会有此重要的决定 迪士尼公司的发言人Kim表示说 我们尽全力的为全家人提供游乐的美好经验 但是很遗憾的 自拍感日益对于前往乐园的访客 以及演出人员造成了安全上的疑虑 而也因此呢,迪士尼公司表示说 从下周起,安全人员将会要求访客将自拍感留在置物柜 或放回旅馆或者是车内 而这项措施虽然是难为了一票自拍神器的爱用者 但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着想 下一次想拍照还是麻烦请工作人员或身边的朋友帮忙了 下一则新闻对大家看到的就是旅游业为旧金山带来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一年内再次的刷新记录 而旧金山的旅游协会发布的信息显示 2014年大约有1800万的国内外游客到访旧金山 总共消费了106.7亿美元 平均每小时就花费120万美元 而国际游客当中呢 中国游客的贡献是列入第二 而旧金山旅游协会日前也举行了成立105年的庆祝活动 而协会的总裁及首席执行长乔达利·桑德罗说 旅游业为旧金山的税收贡献了6.55亿美元 超过8.7万人也因此找到了相关的工作 而去年平均每天就有15万的国内外游客到访旧金山 平均每小时花费120万美元 而他还表示说呢 与2013年相比 去年游客总数上升了6.5% 消费金额则是增加了13% 所以无论是游客还是消费总数都创下了 历史记录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